上回说到,赞哥率领黑猫海贼团向村子发起进攻 乌素普凭借一己之力竭力抵抗 但终究胳膊架不住大腿 好在关键时刻,索隆与路飞赶来支援 路飞一个人就拦下了所有人 赞哥用催眠术把路飞哄睡着 又派出了海贼团王牌杀手 梅梅兄弟对付索隆 双方对抗正激烈 失去耐心的克洛找了过来 从黑猫海贼团传言的反应来看 他们对这个船长十分恐惧 克洛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棍 别看他文质彬彬 实际上心狠手辣 狠起来自己人也不放过 克洛教训了赞高几句 惹来喵喵兄弟的不满 他们认为克洛虽然以前很强 但他在这个村子闲了三年 恐怕早就不行了 甚至从他们心底 就已经不把克洛当作是船长 他就像是大海前浪 终将被拍在沙滩上 不足为律 克洛表示 看了一个教教你们怎么做人了 你们恐怕没听过这样一句话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喵喵兄弟冲向克洛 克洛使出武林绝技 身心百变 对于目前这个段位的选手来说 这种轻功 看比瞬间移动T 一眨眼的功夫 克洛就消失不见 等他出现的时候 十个职头的利刃 已经架在了喵喵兄弟的脖子上 不过 克洛很快抑制住了心里的愤怒 这些小弟虽然不太听话 但是用来当跑灰 消耗对手还是很不错的 克洛给他们五分钟时间摆平锁龙 否则 就直接让他们变成刀削面 三高怕了 他不用和克洛交手 单看他的气势就知道 这一家伙的实力有增无减 曾经的克洛利用身心百变 这种武林绝学 可以不动声色的干掉50个杀手 他如果杀包括自己在内的这些海贼 仅在一瞬间 三高命令 妹妹兄弟迅速解决掉索龙 纳米跳起来忍着剧痛 将索龙的两把配刀踢了过去 索龙大骂 混蛋 居然敢踢我的刀 索龙手一抖 双刀紧握露出帅气笑容 两只喵喵还没有发现事情的严重性 索龙笑道 实力相差悬殊 挨揍的肯定不是我 索龙三刀在手 仅用一招便摆平了妹妹兄弟 克洛一脸淡然 索龙摆出架势 准备向克洛发起进攻 克洛轻声说道 还有四分钟 身后 在高的催眠术 催眠了妹妹兄弟的阴阳脸 阴阳脸被催眠之后 仿佛打了肾上腺素 整个人都膨胀了 从小喵喵变成了大喵喵 纳梅见形势不妙 敌方辅助有开挂嫌疑 于是奔向路飞 赞高将村民铁环丢出去 铁环变成飞镖 飞向纳梅 眼看纳梅就要被砍头了 路飞突然梦中惊醒 表演了一招 空嘴戒白刃 一口咬碎了赞高的铁环 这是什么东西 嘎崩脆 崩牙 战场变成了四足鼎立 路飞 赞高与变天喵喵组合 索龙 使道流克洛 无人互相怒目而视 大战一触即发 就在此时 科雅也赶到了战场 本来就混乱的战场 变得更加糟糕 科雅来找科洛谈判 钱可以给你 求你们离开村子 科洛笑了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判 钱我当然要拿 人也要杀 这个世界 只有胜利者 才有资格谈条件 科雅表示 那就是没得谈了 于是 他掏出了一把手枪 对准了科洛的脑袋 没得谈 那就不要谈了 科洛放下自己的刀子 开口跟科雅 聊起情怀来 果然 小女生就是好骗 渣男骗女生 一骗一个准 科雅被科洛的回忆杀 哄得一顿自我感动 不知不觉 科洛已经来到身边 一把夺下了科雅手中的枪 乌苏普按道不妙 强过手枪 挡在科雅面前 渣男 放开我的女神 科洛一个神情百变 绕到乌苏普身后 手中的利刃 扣在乌苏普的头上 只要他用力 乌苏普的脑袋 有种 再做我一拳试试 突然一个拳头 从远处飞来 哼哼砸在科洛脸上 把他整个脸都砸变形了 路飞黑黑一笑 试试就试试 我这辈子 从来没听过这种要求 乌苏普手下的 三个小屁孩跑过来 对着倒在地上的科洛 一顿棍棒 科洛彻底被激怒 他爬起身来问道 你是科目果实能力者吗 路飞笑了 说出来吓死你 我是吃了香蕉果实的橡胶人 谁知 科洛根本不怕 直接干掉他 索隆奔来保护科洋 但是 被喵喵给缠住 无法脱身 乌苏普被揍的 爬都爬不起来 眼看赞高这个死变态 慢慢逼近科洋 乌苏普喊出自己的 三个小屁孩手下 给我听好了 现在 交给你们一个重大任务 保护科洋 安全离开 不要说做不到 我们就是为了保护真鬼之人 才组建海贼团的 三个小屁孩领了命 拉着科洋逃跑 赞高又掏出几枚铁环 准备偷袭 乌苏普用弹弓 发射了一枚铅弹 命中赞高后背 但是 这并没有阻止住赞高 先不说 三个小屁孩的体力和战斗力 科洋因为身体状况 根本没有体力逃走 赞高出手 他们必死无疑 路非安排索隆 带着乌苏普去支援科洋 自己留下来对付科洋 科洋问路非 开打之前 问你一个问题 你为何要帮助一个外人 路非说 因为这个村子里有个男人 我不想让他死掉 科洋二话不说 上去与路非四打一起 卖命的为科洋船长加油 没想到 这一加油 科洋更恼火了 痛怕自己的小弟们不知好歹 科洋这个人的经历 也挺可怜的 做船长的时候 每天带着一群废财小弟 笑死 根本带不动 终于有一天身心俱疲 于是 科洋冒出了隐居山林的想法 在一次与海军的交战中 科洋一个人 干掉了一艘军舰上所有海军 只留下一个活口 赞高用自己的催眠术 催眠了一个海的小弟 让这个小弟 坚信自己是科洋本人 接着赞高又催眠了海军 让海军带着这个 帽牌科洋回去交差 就这样 所有人都相信 黑帽海军团的船长 科洋被海军处死了 而真正的科洋 就借此机会 离开了海贼团 隐性埋名来到这里 陆飞听完科洋的故事 差点笑死 不想出名 还做个淡海贼 干脆回乡下种地就好了 科洋恼羞成怒 冲过来攻击陆飞 陆飞抓几个大石头 挡下了科洋的爪子 接着一用力 科洋的五根爪子 硬生折断 科洋眼下自身担保了 还有新的计划 干掉自己的小弟 原来 他从一开始 就没打算 让这些海贼小弟们 活着离开 包括赞高 自己想要 彻底隐性埋名 必须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 就是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生活 拥有大量的财富 第二个就是 把知道自己 真实身份的人 全部干掉 毕竟 只有死人 才不会暴露秘密 海贼小弟们都吓死了 原来 他们出外的船长 是个人渣 就这 他们还不知道逃跑 陆飞直言道 你们是白痴吧 什么黑猫海贼团 不如叫二逼海贼团好了 科洋表示 你小嘴真臭 陆飞说道 你这个人品 不做海贼团船长 真是海贼界的福音 你这种人 就算有成百上千的部下 都不如乌苏普一人 科洋眉头一皱 你说 我不如那个 只会玩海贼游戏的 吹牛皮大王 陆飞说 你的气量不行 不是做大事的人 科洋一面被陆飞重情出击 一面被陆飞羞辱 搞得心态十分崩溃 于是 试入自己的大招 神性百变2.0 这个招式看上去 的确很酷 进入潜行模式的科洋 可以杀人于无形 视觉效果拉满 就是行为很迷惑 这家伙 进入潜行之后 不砍敌人 专砍自己人 还强行给陆飞 修了些刘海 把陆飞搞得一头雾水 不过这招 根本骗不过陆飞 陆飞随便伸手一抓 就抓到了潜行状态中的克洛 一个过肩帅将他撂倒 森林里 三个小屁孩 带着科洋拼命地跑 科洋这小逆子 身子骨太弱 跑了一会儿 就已经气喘吁吁 发起了高烧 眼开再跑下去 就要猝死了 三个小屁孩决定 发扬海贼精神 原地迎战赞高 可他们毕竟是小孩 正面打 三人捆起来 都打不过赞高一个人 于是 他们想到乌素普的作战方式 蛮干不行 要用巧劲 他们三人巧妙地 布置了陷阱 先用白旗假装投降 吸引赞高注意力 然后运起海机关 将赞高绊倒 接着 胡椒粉 红太郎同款平底过招呼 小技俩虽然很幼稚 但是还挺有用 把赞高搞得十分郁闷 不过 他到底是个海贼 三个小孩子的把戏 是唬不住他的 赞高站起来 三两下就制服了 这三个小屁孩 以他们的生命 做威胁 比科亚现身 科亚答应赞高 自己可以立遗嘱 把财产转让给科洛 前提是 必须放了三个小孩 否则 自己就立即自杀 遗嘱的事情也泡汤 三高担心计划破灭 答应了科亚的条件 科亚老老实实地立下遗嘱 刚落比 三高一把将科亚掐住 他答应放走三个小屁孩 可是 没答应不杀科亚 猎杀时刻到了 三高举起手中的锋利铁环 乌索普和索隆 随着科亚的尖叫声寻来 在三高即将下杀手的一刻 索隆丢下乌索普 提刀冲去 本期内容就是这些 下一期来看 陆飞摧毁黑猫孩子团 黑猫贼长科洛被碾压 小伙伴们 下期再见